你比如说你用些盐的时候呢 它或许结出来的果子 它会有点略略的咸 很多花友呢 在冬天的时候呢 就嫌的没事了 不方地区呢 有疫情的管控 嫌的没事呢 会在家里边养一些花花草草 就是觉得养花没什么意思哈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一些 比较有趣味性的养花 就是咱们家里面 一般厨房里面呢 会有一些个调料 您可以尝试性的 去给各种的花花草草去用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比如说你用些盐的时候呢 它或许结出来的果子 它会有点略略的咸 你可以尝试一下 你反正咸的没事是吧 用一些盐的话呢 会加速它的一个萎缩 会导致它的一个根系破坏 这样的话植物会走得比较快一些 等到下一次的时候 你到明年春天 你就可以收获很多的盆 然后再去养很多的花了 这是一个 还有这个花草�呢 比较喜欢喝酒的那个 你也可以适当的兑水去 再更咸一下 你可以说得直喷也行 甚至直接浇灌 因为你不一定 你可能就在花绘里面 你找到一 Ici Espa 人家说举杯妖名乐 一个队用成山的 没事你哥俩就喝脸那样是 哈哈哈 不是可以唠唠嗑 行吗 还有一部分花手呢 就是说现在天气比较冷吗 问我花怎么过冬 这个就比较简单 大部分 看直播的呢 有的都是单身 单身的话 你可以抱着花一块碎在被窝里面 你们这样慢慢长夜 无话不谈 他这样的过冬也舒服 对吧 随待的呢 他也给你带来心灵上的一些慰藉 好吧 最好是抱一些 类似于仙人掌 仙人球这些东西 好吧 这样的话带刺 为什么呢 他会刺激 哈哈哈 哎呀那就现在没事了啊 最近的话尽量的去倒腾倒腾 家里边的花盆啊 花土尽量的倒腾倒腾翻一翻 因为毕竟天冷嘛 植物反正是要死不活的那个样 你直接给他翻一翻土呢 就类似于给他哎 这个筋骨都给他疏松了一下 这样的话呢 走的就会比较安详 对吧 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 你同样可以收获很多的盆 因为在冬天嘛 他大部分处于休眠时期 他死的不知不觉的 他走的不会有痛苦 行吗 好吧 又肥料千万不要等到春天 你等到冬天用多爽 冬天一用 该压死的就淹死了 该烧死的就烧死了 春天来了是吧 啊 春天来了对 你的春天也来了 开始就各种再买花 来到冬天再早上死 哇 还有呢 就是现在不是有地暖了吗 很多的话 我担心这个花会冻死啊 你可以直接放到地暖 或者暖气片上 这样的话容易烤成干 你比方说百合 哎 你可以弄成百合干 你比方你转到桌里红 你可以弄成哎 人弄成那种球杆 特别的好 是吧 哎 你别现在天气冷了 你觉得就是说 没法出去玩了 在家就没事干了 要不就拿起来你的剪刀 给那个花就是剪不断 你还乱是吧 哎 没事的时候给他对应成三人 戒酒交出 行吗 别闲这没事了 你与其看那些个烂七八糟的那些个视频 来 来让你 是吧 心里边不知道干点啥 你还不如直接抄起你的剪刀和工具去折腾你的花花吧 明年春天我会卖啊 我期待你们的花盆有很多 是老花一 眼花最长哎 你不会真的跟着学吧 哼 你要真跟着学也行啊 明年春天反正我有很多的花卖给你 哈哈 白了 白了